走 這裡應該是燒火 對 這炒下來 這以前就是 以前叫做 面前山營 喔 面前山營 對 已經飛氣成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 你看 對啊 有沒有 前面就是坑道 已經 飛氣成這樣子 左右的建築還在 這邊有一個 民國五十幾年的 五十五年 民國五十五年 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 這迷彩還蠻漂亮 有沒有 現在我們要進入 練前山的坑道 這是一個 沒有打開 走 這是一個 以前的官兵寢室 寢室 寢室在這邊 這坑道還蠻大 最早期使用是 兩門 兩式洞炮的炮吧 一門叫做 一門叫做 櫃亭 一門叫做什麼 英俊 英俊炮吧 跟櫃亭 還蠻大的 跟大海門看了 卡車應該開得進來 可以 我可以開 有沒有辦法再開大一點 嗯 那你 那你 那你怎麼 那你 你要開啊 明鏡煙火 哇 他們快沒電了 不曉得 開這樣就好 沒辦法 這個就是花康炎打下來看到 最後其實應該是用做 彈藥鋪吧 48年 你是不是剛打完 好看不久啊 對 這是紅泥 紅泥彈藥布 嗯 這坑道真的是蠻寬的 整個打在面前山的下面 這邊還有一段 這邊 我們先走這一邊 嗯 這邊給大家 這邊有一個出口 這邊有一個空 小空間 還有一個出口 這邊有一個小空間 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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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都是每一梯都有留下一些 一些那個 記錄 這個就是 最早期的兩四洞泡堡 最早期的兩四洞泡堡 就是這種坑道式的泡堡 這個泡堡的名稱叫做 英俊泡堡 柳安琪提的 柳安琪提的 中華民國48年5月建 英俊泡 柳安琪當時是司令官 金黃部司令官 上將司令官 這泡堡非常大 而且很厚 是一個典型的兩四洞坑道式泡堡 我們又進來了 又要 看另外一個泡堡 應該沒電了 你是怎麼電時 充電 應該是沒電 來往衝 這是我們剛進來的地方 這邊 等一下 就連那一邊 就是這邊 這邊 這邊 我進來 我進來很多次了 這邊也有一個空空間 這邊 就是這裡 這坑道還蠻大的 挖出一個出口 挖出一個出口 剛剛我們就看了這邊 空間很大 這是另外一個泡堡 叫櫃亭 也是兩四洞的泡堡 這是完全是坑道式的泡堡 坑道式 這個泡堡叫櫃亭 我看一下 叫櫃 櫃亭 櫃亭已經都長蠻草 還蠻大的 走 走原來的坑道走 走回程好 本來可以從外面 但是我們走回去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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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邊 哪一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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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就是我們去的那邊 這裡 對了 走了 剛剛我們從這邊過來 走吧 我是說這裡 那個是一個空間而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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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路啊 就從外面直接 卡車 運進來就好 就剛剛那邊嘛 對啊 我走出來的地方 這坑道真的還蠻大 聽說這個已經被金門酒場拖走 也是要放久 也是要放久 他有長箱還能夠嗎 嗯 他長箱都可以還沒走還能夠嗎 沒得夠 還有包裝洗的耶 走了 好了 到了 下課